双方真是物是人非啊 没错 一多半的主力球员如今都不见了 好了 主台办贾西姆煞音响 双方上场的比赛正式打响 雷卡多·洛费斯呢 带了稍微一点多 但他的目的更多是可能想等一等队友 哎呦这球危险 横传到禁区里面 点球点附近 新年FC队很好的一次反击的机会 形成了封线上二打二的局面 我们再来看一下 哦起跳点晚了 这一下很危险咯 哎呦球大得漂亮 开赛仅仅7分10秒 我们看 澳超联赛的冠军 新年FC队 依靠自己所擅长的快速反击 就靠封线这两个人相互平均派和 布哈贾尔 这跟之前那一次的封线的组合啊 传球和射门的顺序正好反过来了 点开的相当不错 哦 投球争到新年FC队 弹地以后砸在门柱上弹出来 好多外交被分边 赴欢 看这条珍珠到前面 李正龙在进区内前面的甩头攻门 至少有一两秒钟的时间让对方去来阅读你的意图 前场上上钢把球倒下来 李文君呢犹豫了一下自己没射门 横向推给沐一 沐一呢还得花时间再调整 结果 勒菲斯 射门被封堵 杨诗人 杨诗人的二点外围呢 还是相当不错 才能铺抢 而且呢 他经常他会绕你身前把球给断定 阻挡霍尔克的突分 好球 但是说 直接我们看 战上钢队右边路 送出了一记高质量的传军 门前前后两点包抄 最后是李胜龙 投球建功 帮助球队帮平了比分 鱼海 边路 直接传起来 好球 漂亮 又是李胜龙 低空轰架的甩头功本 二比一 这个投球漂亮 而且难度很大 鱼海 穿中质量好 所以他上来之后 咱们就说 这种边风型的踢法 上场捕时三分钟 今天棋队守门员 冲到进去外 手球 给自己 给自己 领到了一张红牌 外眼 这个 还真的不多见 手边给手边挖坑 好了 这样的全场比赛就此结束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